中國政府在兩會當中 提到的薪質生產力 想要用電動車外銷 來挽救經濟的頹勢 但這個做法 會不會是在賭國運呢 中國客人來告訴我們了 這個電動車的一哥比亞迪 銷量下滑 用電動車這一招 是毒藥還是猛藥呢 對 在兩會期間 習近平他提出了一個方法 來救股市 救房市 救外資出走 但他這個方法的名稱很特別 它叫做薪質生產力 聽起來就是要把一種新的 他們的這個說 這樣的一個能夠拉高 他們品質的生產力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專有名 所以我心裡想 但你中國到底有什麼東西 具有這樣的競爭力呢 大家一定會說有電動車 對不對 好 有 果然我猜中了 電動車 太陽能板和離電池 你看這四條線 分別代表中國 日本跟德國 還有南韓 你在過去2019年的時候 中國一直都是敬培莫作 可是到去年 這就是習近平的底氣 第一名 第一名 就我剛才講的 PHEVE BEV 他現在是第一名 所以他認為 他可以靠這個來賭國運 可是唱衰的人 有哪些人 本來第一個 美國參政部長葉倫他就講 你中國的電動車廉價出口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會供過於求 而且你還可能會打擊到 我們美國本土車子電動車 本身自己的競爭市場 我也可能會用關稅來制裁你 所以他講 他說我計畫 我下次造訪中國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 習近平政府 你們的這些風險 我還要敦促你 採取必要措施解決 這項問題 他講的話 非常的犀利 非常的鷹派 好 我們來講 鴿派代表拜登 拜登在電動車的部分 一直為美國人所詬病 你知道美國現在很多的民眾覺得 我們現在美國的電動車 有一點岌岌可危 都是你拜登政府 對中國電動車太領域 怎麼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在關稅上面 他並沒有施以重稅 第二個就是補貼 你補貼特斯拉 但你也補貼中國的電動車 好 現在拜登現在要連任 他改了 他稍微改變一下 我們來看他改什麼 他現在宣布新的汽車 排氣標準 放寬還是放延 他把它放寬 2032年巨星他幾年 8年 對 他要讓電動車的普及率 從67%下修到35% 降低 我有點懵掉了 意思就是說 美國在2032年 本來他想要看到市面上10台車 有7台車是電動車 現在拜登突然一說 因為他看到中國的電動車 在傾銷 打擊到美國 美國選民已經看到很不爽了 他就說我2032年10部 只要看到3部就好 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川普這招更重 更閒失 川普說我要提高關稅 我要阻止中國汽車進入美國 保護美國汽車工人的工作 反正就是什麼 讓美國再次偉大 因為他說中國電動車會血洗美國記者業 你知道拜登多狠 川普多狠嗎 對 他丸子就是蹬鼻子上臉 他一看到拜登有弱處 他就趕快就是往他死地打 他說我不但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你比亞迪最近 他很聰明2月的時候 他跑到墨西哥 悄悄的去設了電動車的工廠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這麼做嗎 他心裡想你可能會叫我關稅 所以你可能要制裁我 沒關係 我利用你 美墨加貿易協定的 這樣的一個優惠 我都偷偷跑到加拿大運輸 我就變加拿大車了 我就偷偷跑去墨西哥生產 又變墨西哥車了 川普說我管你 我只看到你BYD三個字 我就給你科以100%的稅 好 這現在還有個問題 就是你不是只有敵人 要給你科稅 取消你的優待 你本身車子的品質 我跟他們講 薪質伸展力真的有新嗎 來 跟大家看 來 根據國外外媒的統計 說BYADI其實在2023年 他賣到歐洲的車子數量 電動車就1萬6千輛 什麼概念 觀眾朋友 BYADI2023年一共賣了302萬輛車 其中外銷只佔了24萬輛 你對說剩下278萬輛 誰買 中國人自己買 所以你懂嗎 你這個排名第一有點虛胖 你是中國人自己買上來的 好 那不管 你至少還有24萬輛 結果你看賣到歐洲才幾輛 1萬6千輛 那他當時進口到歐洲的 其實不只 他還有1萬輛放在倉庫裡頭 還有超過1萬輛放在倉庫裡頭 還沒 這些1萬輛為什麼放在倉庫不賣 因為它發霉 發霉了 我知道大家聽到車子發霉 完全沒辦法理解 所以歐洲人他也不能理解 他才把它扣在這個倉庫裡頭 他說一定是 很多人說車子船運多少 都會有霉菌生長的環境 不對 你如果真的車子在船運 都會有霉菌生長的環境 那每個車我們這樣四個月 從德國過來 我們車不都發霉嗎 他們其實會做一件事情 叫做電離過程來處理 它可以完全驅逐霉菌的包子 車子裡面有霉菌包子 它也長不出來 因為都被消除了 可是比亞迪 你顯然沒有做好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看 現在敵人已經開始 為了保護自己美國本土的 電動車的就業權也好 生產權也好 他們要打壓你了 然後你自己車子還做得不好 所以很多人就說 比亞迪明年可能會很慘 比亞迪除了會很慘之外 他自己慘就算了 但現在可能還會把一些 比較高階的 比較有一點駕駛系統 智能系統的都給拖垮了 對 真的王傳福 比亞迪的老闆 你在歐美產沒關係 但你現在自己在中國 都開始慘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王傳福一開始 他野心勃勃 他說我要把這個合資品牌 把他們通通往下打 什麼意思呢 來 合資品牌 就是你 比方說你可能會聽過 像是衣氣豐田 或者是什麼華盛寶馬 北京奔馳 就是中國自由品牌 跟國外的歐美的品牌 然後結合叫合資品牌 可是我們曉得比亞迪 是扎扎實實的 中國自由品牌 對 他說我要把你的合資品牌 開始打得你落花流水 我預估未來三到五年 你們的合資車企的試占率 從40%降到10% 這什麼概念 要走到外面 你十台車 九台車是比亞迪 有可能嗎 只有一台是我該說的 什麼衣氣豐田 還是華盛寶馬 北京奔 真的嗎 你真的有辦法這樣做嗎 有 我在玩傳福 他在玩哪招 他就是 以價制量 你看一下 最近有人就嘲笑這張圖 這張圖大家看 上市的時間 我把他放在這兒 你有沒有發現 從2月19到3月4號 我一共放了將近半個月的 上市時期放在這兒 你知道比亞迪多可怕 他一口氣上市了九台車 我很快念一下 青PLUS 驅逐月05 海豚 漢堂送PLUS 海豹 送PLOW 原PLUS 不外乎朝代系列 跟海洋系列 這裡面含刮了 SEDAN叫車 SUV CUV 還包含了LSUV 所有的車型全部包刮 但是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全部降價 全部降價 降幅大概從1萬5到4萬不等 那問題是 你會說這些車我以前都聽過 對 你怎麼會說他現在是新上市 因為他給了他一個新的版本 叫做榮耀版 他以前的版本都比較貴 但現在改成榮耀版 榮耀版就是有一點就是 給你大特惠的意思 好 就通通降價 好 那這些通通降價 大家就說有可能 就是他拔配備 很多車商降價就拔配備 不對 他降價就算了 他給你加配備 我以漢 我特別要舉漢EV 因為漢是他們賣得相當好的 一種C級轎車的級距 他竟然只賣20多萬的車 卻有著40 50萬人民幣 才會配備的L2++ 智慧駕駛水準 來 我們曉得 先制駕駛輔助系統 AIDAS 目前我們大家國內熟悉的 就是LV2 LV3目前世界各國 少數有開放 但幾乎沒開放 因為不可能完全自駕 對 那你一聽就知道 LV2跟LV3之間 它還會有一些進階版 它叫LV2++ 可以幹嘛 可以讓這種和平價的轎車 卻能在高速公路跟快速路 有這樣的領航輔助功能 幾乎達到 如果法規允許的話 全自動駕駛 好 那你會說20幾萬 幫我算一下台幣這樣多少 是不是不到100萬 你放眼在國內或者在歐美 你如何能夠用100萬台幣 買到有這麼高階的自駕系統 然後他還跟你說 不只 我還可以遠端趴車 以後人不在車上還可以趴車 那這些相對應的急劇 你看到沒 本田CRV 豐田CAMERI 都還要賣到近20萬人民幣 然後是一台陽春什麼都沒有的車 看 不只比亞迪 現在大家一看就會害怕 你降價又增配備 那我們也要降價開始增配備 在這個急劇廝殺不外乎那幾個品牌 你看 我把它圈起來 從10到25萬這三個急劇 比亞迪、Volkswagen跟Toyota 他們三個殺很兇 這時候突然跳出了一個 你我很熟悉的叫BMW BMW X3 國內應該有很多車主吧 所以你聽這個 你聽了你可能下巴都快掉下來 在中國大陸的X3竟然一口氣 降17萬人民幣 為什麼 你乘以401414 70萬台幣 為什麼 對 為什麼 因為當比亞迪率先用 乙價質量開始 然後本田也跟著降 豐田也跟著降 你... 他不是說我要你合資品牌 要你活不下去嗎 所以X3當然當然說 X3年底可能就要發佈 第三代大改款X3 所以他才降價 不管 但一台寶馬降價將近要 17萬人民幣 台幣70萬 是不是真的會讓你嚇到老爺 對 真的是 好 現在你知道 比亞迪也開始降了 其他的這個合資品牌 也要跟著降價 然後給配備 現在大陸說流行一種怪現象 你去買新車 結果這個價格 可能還比二手車 還要來得更快 我們來看看這位先生 他是一位 我們中國大陸叫師傅 開車的 開這個打車的 他說我之前買了15萬 買比亞迪 對 新人員車不用加油 他覺得可以省下很多的油錢 結果他突然拍這段影片 他類似說 我這兩年賺的錢都白幹 他就說你這兩年為什麼白幹 你買了一台新人員車 然後你又很努力的 他說賺多少錢 賺7萬人的幣 那有賬啊 很棒 對 那你再類似 控訴什麼 他說因為這台車 我昨天聽到他15萬 現在只賣7萬 做白工了 對 我買15萬 然後我開了他兩年 我賺了7 8萬 結果我昨天聽到他降了8萬 現在只賣7萬 我不做白工嗎 難怪要哭 對 大家來看 現在有個很恐怖的現象 剛剛不是說在歐洲 還1萬輛比亞迪賣不出去嗎 在中國大陸 自己還出現了這個叫什麼 這漲草了 最近大家幹嘛 掃墓 這叫汽車墳廠 為何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新人員車當初 2019年有500間 500間你去想想 全中國14億人口500間 也太多了吧 生產的電動車一定會過測 為什麼他們都是來騙補助的 就是剛剛我們講 習政府他不是要推什麼一些 那你要不要給他補助 那他們就做一堆車 然後把政府的補助賺到手 然後車根本不賣 然後就賺那個補助 就夠他生產車的成本 然後就把這些車新的 很多還新的 都丟到汽車墳廠去 保齡的中毒案再度擴大了 截至我們新聞網錄影時間為止 全台已經累到了17起的案例 整起中毒可以說疑雲重重 人數從第一天開始 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多 仁俊哥 這個中毒案件 如果沒有查清楚的話 人民的恐慌就多一天 而且這個17個疑似的案例 會不會再往上增加 因為現在大概有越來越多的 民眾覺得說 我曾經有到過這個餐廳去用餐 而且事後都有感到 身體不舒服的這個狀況 所以你看到整個這個案例 不斷的增加的情形 像現在3月27號的時候 台南市立醫院也通報 講說有一個50歲的女性 之前也到台北這個地方來用餐 結果用餐回去之後 就發生了所謂急性肝衰竭的狀況 27號的時候桃園市也收到 這個所謂疾管署的通報 說有這個男子也是確認這樣子 一個疑似到休克肝衰竭的情況 現在也被安排到 這個所謂的家戶病房去 所以你現在看到 整個這個疑似食物重頭的案件 事實上不只是在大台北地區而已 其實有一些所謂觀光客或什麼的 他可能到台北這邊來用餐 所以我認為這個案子 其實還要另外再擴大來進行一個追查 所以以目前來講台北地檢署 跟新北地檢署還有士林地檢 都已經研議就是說 如果要這個辦案的話該怎麼辦 所以我認為他大概第一個 會跨區域來辦案 但問題是你知道在這一次的 這個事件裡面 截至目前為止已經造成了 跟他這個可能有相關的 已經有兩個案例的死亡 五個其實在命危 那17個在案例 那你可以看得到 事實上一開始的這個爆出來 是一個住在新北市39歲的 這個女性男子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 你知道他的家屬其實很不能接受 我一個吃飯吃吃的 我讓人帶走去你知道嗎 對 不能接受 對啊 那你看第二名死者 是66歲的這個良性男子 那不過這兩個 這有一個共同點是 他們曾經在這個地方都吃過 這個叫做草草條 對 所以現在的這個檢警 也往上追查就是說 你這個草條的這個工廠 供應的這個工廠 你裡面的食材 是不是有些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我相信大家也都覺得很奇怪 是如果你今天是供應商出的狀況 怎麼會所有的出問題的那個東西 通通都集中在這一家店 應該其他北中男都要種才對 還是你就是剛好就是這一家店的 所以你看現在大家往回查 好 結果你知道嗎 開始回來查的時候才發現到 這一間出事情的這個餐廳 居然很誇張你知道 因為這個保齡這個餐飲 現在北市府去調查完了之後 居然發現到 你知道我們在食安法裡面 是有規定 就是說你如果開餐廳的話 你必須要投保一個食品安全 那個食品安全的產品的 這種所謂的責任險你知道嗎 沒有想到他這個公司的這個險 在去年的10月1號就已經到期了 你去年10月1號就已經到期了 理論上面來講 你那個百貨公司裡面的樓管 還有你中間的協力廠商 那個大時代 你們應該也要都有去查 結果也都沒有 現在也懷疑講說 你是不是因為今天 這個本月31號你就要測過了 所以你沒有打算續保 可是你也覺得很怪 去年10月1號就到期了 難道你是去年10月就已經 打算不做了 所以你不投保嗎 所以現在陸陸續續一直傳出來 而且你知道 你以為那個殘險很貴是不是 沒有 最低的一年才2000塊 那我可憐保不起 對啊 所以你到底是 蓄意還是刻意的 現在大家整個人心惶惶你知道 還有一件事情 是現在因為保齡 他們自己旗下所有的餐廳 不是只有這一個說 你這個素食的這一塊 你有其他的餐廳 現在都必須勒令停業 結果你知道嗎 有記者到他們饒河的門室裡面 發現他怎麼知道 我們講說食品比較安全 不是擺放應該有固定的 他說在貨架上面 還有放了一盒的雞蛋 而且醬料都是用保鮮膜包起來 保鮮膜包起來 它不是真空的你知道嗎 那就表示它可能也會有 其他狀況出現 而且還講說你知道 旁邊的飯鍋開關也沒關 還在保溫的狀態 你是要保溫多久 所以現在大家就開始質疑就講說 台灣在過去到現在為止 將近有十年 沒有因為食物中毒而死人了 對 這一次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走了兩個人 所以這個所謂的醫師舒逸峰 他有句講說 這件事情是非常不可思議 所以他就提出了一個論點說 很有可能是食物被下毒 或者是誤用有毒的食材 才有可能出現這樣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在看這次的這個中毒案件當中 我覺得大家比較恐慌的是說 這些食材其實大家平常都有可能吃得到 你說粿條 或是河粉 甚至裡面的木耳的這些配料 我們去菜齊 或者是我們去餐廳用餐 我們都可能吃得到 對 而且其實像我自己在煮飯來講 我們以前有兩種觀念 第一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第一個是吃熟食 不要吃生的 因為生的有可能會比較有些狀況 第二個說什麼你知道 有一些人會講說我吃菜 吃蔬食可能會比吃肉類 吃海鮮來得安全跟健康 但問題是你看這一次的這個事件裡面 這也是熟的 然後也是這個所謂的蔬食類的東西 也不是什麼海鮮類容易有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開始去針對 他所使用這個食材裡面 你知道嗎 現在檢警他在調查幾個食材 高麗菜 豆芽菜 粿仔條 紅石菇 香蘭葉 因為香蘭葉是他那個飲料 還有豆芽 那這幾項其實你知道 很多網友就知道 吃一個素食 可以吃到人家跑去 到底是吃多重的東西 所以這一塊 其實大家就開始就認為說 我現在這幾個案子裡面 其實我們一直提到 你要怎麼樣去證明說 他有沒有一個正相關 那這件事情其實你知道嗎 每次到我們遇到這種所謂 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例 其實他的調查要非常嚴謹 所以現在看起來 食物中毒的兩條途徑裡面來說 食品科學領域專家有分析到 他說第一個叫做群體性的試童 意思就是說什麼 兩個人吃到同樣的食物 要有同樣的症狀 還要有驗出同樣的微生物 那現在這件事情 如果現在按照官方來說 就是說如果今天懷疑是這些 因為老實講 因為有些其實已經往生了 那有一些你就要重新培養的時候 預計大概要兩週左右的時間 才能夠把這個所謂的 這個微生物這些給檢驗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你知道 另外一個食物中毒的途徑叫做 微生物所產生的毒素破壞 所以現在也有人講說 有沒有可能是仙人掌感菌 或者是沙門氏菌 還有包含到一個新的名詞 很少在國內看到 叫做米硝菌酸 這第一次聽到 我們很少聽到 那這件事情其實你看 這個爆發到現在為止 大家第一個你地方對不對 先追廠商 廠商完了之後追地方 因為地方政府是主管機關 再來就是往上追 現在食藥署的署長吳秀梅他就說 他說在整個事件裡面 其實還在調查這個當中 外界揣測比如說我剛剛講說 我們講說是不是殺仙人掌感菌 或者是所謂的米硝菌酸 這個要經過檢查 所以他就說這些最快兩週 是因為他要培養出所謂的菌 需要的這個時間 可是我剛剛就提到說 什麼叫做米硝菌酸 大家就很好奇 因為我們確實以前 很少去談論到這個 因為這件事情 反正大家才發現到 也很動力你知道嗎 先解釋一下 其實他在講說 因為他其實是非常罕見的 這種所謂的毒素 那常見其實出現在哪裡 像河粉 米線 你有發現這兩個都什麼 都米粽的 還有包含玉米粉製品 還有甚至木耳這些情況 如果你在潮濕溫暖的環境之下 就有可能會產生 我剛剛強調就說有可能 沒有代表它是一定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出現 如果真的是因為 這個米硝菌酸的話 現在這些專家講說 它的致死率高到40%左右 我大概理解他們那邊講法 醫界的講法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真的是感染這個 它會導致你身體的細胞 沒有辦法呼吸 所以你會出現那種 就是很快就猝死的 這樣一個狀況 那問題就來了 到底是不是這個產生 我認為還是必須要經過 專家他的這個檢體 去檢驗完了之後 再出完 可是我剛剛提到說 國內很少聽到什麼米硝菌酸對不對 對 在國外 其實這個東西 有的人聽到會怕你知道嗎 這個事件發生在2015年 當時東非國家 莫山比克 有一群人去參加一個喪禮你知道嗎 那參加完了之後 居然發生大規模的中毒事件 那個是造成75個人死亡 200個人住院你知道嗎 那你想想看 200幾個人死的死 那當局當然是覺得很 問題很大對不對 就開始進去調查 結果發現到這些參加的 有中毒的這些人 他們在商禮上面都喝那個啤酒 裡面的米硝你知道嗎 那米硝都是當地的人 自己釀的那個啤酒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認為說 我告訴你 有可能是這個啤酒 結果就開始很多的揣測 原先官方講說 我找到中毒原因了 他們喝的那個啤酒 有參加那個鱷魚的膽子 因為很多人也相信 可能就是有董 你知道這樣混合藝 結果後來 其實有一篇報導就提出來講說 他們研判應該不是所謂的鱷魚膽子 那鱷魚膽子不會是出現這種狀況 後來再盡興再調查 你知道後來把這個整個事件 就送到了那個莫山比克首都 他們自己的國家 那個衛生研究所下去調查 調查出來之後才發現到 它其實不是膽子的問題 是他們製釀的這個啤酒 被所謂的米硝菌酸給污染了你知道 因為裡面有一些玉米粉 有的米蘆冷起來滴滴你知道嗎 他說因為這個東西 導致到這個大規模的事件 可是你知道嗎 當局花了多久時間才找到原因 一年 一年 所以兩週 我又不能講快或慢 但我真的必須講 就是說因為這個東西 對我們來講是比較少接觸的 那現在當這個 我們相關待會兒也講 你要去檢驗 是不是要有相關的這些設備跟機場 那有一些東西 他們其實也必須要另外再去處理這樣 所以我們是在等這個所謂的兩週 希望可以真的找出這個連帶性 但問題來了你知道 根據媒體調查來講 其實老實講我剛剛第一個講說 如果它是一個食物中毒 有可能是系統性的話 你是不是要有 大家在同一個地方去吃東西 對 那或者是你同一個地方 你是不是吃到同樣的食材 那同樣的食材裡面 你有什麼東西呢 開始就發現到說 在之前所通報的這個實名的 這個所謂疑似 在這個案子裡面 有牽連到的這個疑似中毒者 有八個人吃了炒龜條 那有兩個人吃了河粉 不一樣 但是兩個都米 都以米的粉 像再來米粉什麼 去做這個龜條 那有沒有在參其他那個 還要再去檢驗 那結果你知道 再去比對說 他們吃了這些產品裡面 居然有人認為說 它在那個裡面 都有一個配料叫做黑木耳 我剛才說木耳 共同食材 對 但是我剛剛講木耳對不對 木耳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到在這裡的時候 什麼是米酵菌酸 米酵菌酸的意思是 你可以看得到 在木耳等發酵食品 如果在這個所謂的 溫暖潮濕環境 就有可能產生 所以現在大家開始在找答案 你知道 那我真的必須講 就是說這些東西到目前為止 都是很多這個 比如說網友或者醫師 他的這個揣測 可是這種揣測的原因就在 大家會怕 我怎麼知道到底是OBK 也有人怪說雞蛋 像有一個民眾 他就上網講說 我吃到覺得雞蛋有點生對不對 那到底有沒有這些出來 老實講沒有人知道 可是問題是這個事件 台灣又出名了 但是出這個名 我老實講沒有人想要出 為什麼 因為新加坡媒體海峽時報 就報導講說 台灣發生這種 所謂大規模的 這個所謂的食物中毒的事件 那我還是強調 你沒有到最後檢驗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講說他一定是 是有絕對的這個關係 可是這樣一登出來之後 你知道我覺得最受影響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最受影響一定是觀光客 對 沒人家來 沒這種事情 發生的是大家來 說台灣美食天堂 你現在連吃這種 大家覺得熟食又是素食這種 感覺上相對安全的東西 都出現到這麼大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當然認為 相關單位應該要趕快 把這個什麼 把原因找出來 否則現在 老實講 大家會講說 你現在國安 治安 食安 什麼東西都會 今天早上蘇巴布又被人家開槍 很多的東西大家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政府在這些管控 都管控不好的話 民眾會怕 外來的觀光客也會怕 那如果從國外來台灣的投資者 他搞不好也會怕 那大家都怕的狀態之下 對台灣絕對不是好的方向